怪手不断来回整理拆除后的水泥砖块 属于基隆港务分公司的暖暖惠民新村 目前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上任议员后就不断推动应该重新活化 发展废弃已久惠民新村的 基隆市议员林敏勋表示 虽然基隆港务分公司暂时提出整平惠民新村后 未来规划招商作为微型商场和停车场使用 不过林敏勋希望在还没有正式招商前 拆除惠民新村整平基地后 应该先开放让民众休闲运动使用 那目前得知港务公司这块地 他希望说未来做一个活化招商 那未来会有商场跟停车场的设置 那现在目前都还在这个商场当中 那是会朝着这个微型商场来做一个设置的方向来进行 那我们也乐见其成 希望说这块地可以活化 那有一个微型的商店 让民众可以来这边做采购做采买 那这个是后续大概是他们这个努力的目标 那我们也会跟这个港公司来这边来做一个协助 希望说可以尽快的完成 那在短期之内 这是大概10月底完成之后 它的铺面会重新铺设薄油 那会是一个相当平整的一块土地 那我们也会来跟港公司希望说 就是是不是能够商讨 有做暂时开辟临时停车场的可能 或是说保留一块 因为很平坦 那它会保留这个侧门 希望说可以有一个出入 让民众可以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做散步运动 还是说打打羽毛球啦 就是这种简单的运动 都可以在这块场地来做进行 那这是后续我们会来跟港公司来做一个协调 除了是我小时候的印象 一路荒废到现在那么久 大概一二十年的印象 那我在当选 顺利当选市议员之后 其实我在2019年 我有找了这个 我们那个工研院 我们支通所的这个张副主任 我们到现场来看过 那也是说希望能够做 投入这个招商的动作 那未来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跟港公司会密切的来了解 那也密切追踪 希望港公司可以尽速完成这个 办理这个整个土地活化 跟整个营运这个照标这个工作 那让这个地方重新获得一个新的生命 那让这个地方可以更好 林敏勋指出 接下来将持续推动 附近冬暖新村的更新活化再利用 这个因为现在目前冬暖新村的停车场 已经是饱和的状态了 那我们跟港公司了解 地主同样是港公司 那我们来做了解 他们是说大概在明年底 会完成所有的这个旧宣舍的拆除 那拆除之后 他们会扩充这个停车场的功能 那未来当然这块也是希望说 可以做另外的一个发展 那但是目前短期的规划 是做停车场的扩充 那让我们地内的这个停车压力 可以稍微疏解 林敏勋表示 这两块土地重新规划发展后 对于暖暖地内地区周边环境改善 和整体发展都将更有帮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